2022年6月7號 慧酪捷運警察隊 配料備齊 綜業飄香 聚工親手包 趕著送往台北市警局大同分局 因為他們前年都午休很辛苦 今天包的粽子就是要 去慧酪那些人民保姆 我們大龍分局 長久以來也受到我們慈激 這個照顧 景象日夜輪值勤務繁重 聚工在警察節前夕 再一次送上酒精 禁絲本草飲 祝福感恩卡 我們消防跟警察同仁 在節日的時候 大部分都還是要留隊待命上班 非常感謝讓我們有 在外遊職 有過節的心情 非常感謝 每一年都有一群人 來提醒你 你的節日到了 在警察節前夕 然後沒有一次忘記 疫情嚴峻期 此季從4月起連續三個月 都前往接運警察對關懷 更年年在警察節前送上關懷 讓第一線忙碌職勤的警銷 有聚工做後盾 2005年6月7號大埔醫療站視訊會診 透過網路科技 大埔醫療站與大陵慈激醫院 啟動遠距醫療視訊會診 阿嬤不需奔波60公里到嘉義大陵 就能醫治心臟的問題 從良心第二年開始 大陵慈激醫院24小時派駐醫師 這次透過科技 更進一步守護大埔鄉民健康 視訊的方式 特別是通過我們在大埔的醫護同仁 提供我們需要的這個資訊 那我們可以調整它的藥物 1992年6月7號 此季阿根廷聯絡處成立 成立茶會在中關寺舉行 是僑界的一大盛事 住持照定法師 一直在等待姻緣的到來 照定法師在還沒有出嫁以前 他就是我們高雄委員 然後他也是我們的龍斗 除了當地的慈激會員 有更多是透過華文報紙得知 當天就有67位加入會員 黃慈志就是其中一位 我就跟他講說 那這樣的話 我也很歡迎地邀請你們 來我們家坐坐 就在這種情形之下 他們真的動作好快 就那天下午我就帶著 三位師姐來了 慈激家跟慈就從他們開始 踏出慈善訪平的第一步 天氣冷的時候風會吹進來 然後下雨的時候 雲會跑進來 關懷個案走訪養老院 和孤兒院也舉辦議診 歡迎各位回家 回慈禁的大家庭 因為我們來不僅是做議診 同時也是來做撫毀災民的工作 甚至是臨近受災的國家 玻利維亞風災 壁爐水患 智力強震 都看得見阿根廷慈禁人 跨國關懷持緣 即使在2001年 阿根廷經濟最動盪時 他們依舊堅持留在當地 忌貧扶弱 阿根廷經濟最動盪時 延伍